大家晚上好,我是DIN 我又回来玩游戏啦 今天我来挑战西无洞穴 第六十层 这是大家所看啦 这个,嗯 我也是第一次打到六十 因为我之前卡到五十五 那你真的过不去 但是我这周打过去了 还蛮开心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第六十层 我打的怎么样 嗯 其实 我这个队伍方法不难 选一个好朋友的 然后把中间的换掉 然后用它做防御 然后用我那只金色的老虎 去沉没前面这三只 对,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的这个人龙 就负责打飞中间的那个 然后我的那只狗 金色的狗 就负责去打掉旁边两只老虎 剩下就很简单 就剩下那的,剩下的就真的很简单 不过还是要尝试了 他有时候boss打的 打的那个人 打的那只虫 不是你想要让他打的 所以没有办法 必须要重复几次才可以 你看这次中间那只就没有打死 好 现在中间的打死了 而我的人龙被他 就是被他反死了 所以我要重新来一边 哈哈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他把他把你弄死了 然后我都不记得我打了几次了 反正十分钟以内吧 十分钟以内我应该可打完了这个 然后跟这次 这次不是很理想 因为他打了中间 他没有打中间 我没有金飞啊 如果有金飞去打这里 还是很容易的 所以说大家练一个 金飞火飞地飞水飞 是其实蛮好的 每一只练一只 每一个属性 另一只 说错了 不过我 比较偷懒了 所以 这个虚无洞穴 打得比较慢 但是也是值得 纪念的 还有很多小朋友 还在努力 当你打通了 第六十层 你就可以慢慢成长为一个大朋友 对不对 我们继续 好辛苦啊 我本来想换一下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好用的 其他也没有什么 就这几只 而且我那只狗也快死了 你上场就只有一点点血 哈哈 蹦蹦蹦 嗯 miss 啊 被他打飞了 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啊 失败了 哎 再重打一遍 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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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家的狗觉得我疯掉了 哈哈 来过来 让主人抱抱 主人啊 很努力的啊 很努力打 这个 不过如果你们工会 比较强的话 你 选的 就是可以帮助你的宠 就会好一点 不像我 我的工会里 就是部落 大家都比较水了 所以 能帮我的人不多 好 我们继续打 看看 接下来会是什么发展 我觉得刚刚那一次还不错了 所以我就 让他把我的 迅速师打死 然后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打死 他的那只 他们四只 攻击的速度 应该没有我那只 虎快 所以我可以沉没他 他可以使不出大招 啊 全部miss 也没搞错 也没有打到 这应该 过了吧 我们加油 哦 oh my goodness 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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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过了 太棒了 这个 双头龙 这只双头飞龙 我都没有怎么用 我还有两只 我有两只都 懒得去突破他 耶 过了 终于过了 我这个星期 终于过了一次了 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打 这个 就是能打过 就打过 打不过 死了算了 没 也无所谓 也不会因为 打不过 去重新 非要去 去练一个 练一个 就是怎么说就是 比如说他们是全是 好戏的 我需要练一个 封属性的飞龙去打 我没有 我这个人比较头懒 我相信 只要我等级够高 总有一天 我会通过的 果然 我 今天 打赢了 证明我的想法 是可行的 只不过有点 时间上 会比较久了 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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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试一下 那个可以抽到什么东西 咱们看看 我们看看 灼难抵抗 还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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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错身 哈哈 好今天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今天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